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人跟着Peter一起穿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除了Goblin之外 现在一个叫做Troll Town 那这个Troll Town是干嘛? 巨模 这巨模是不是有机会把Goblin干掉了 我们带来看 首先请大家来到Twitter 大家推的重要 Twitter这边我们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信息出来 那请大家来follow我们Twitter Twitter之外就是YouTube 更知道YouTube的各一届不是财务分析 也不是财务建议做技研究空造风险 大家来看看Flip Finance Flip Finance这边你看到 这个粉红色部分 由高位往下走 代表这个大家listing部分 就拿出来list了 这个价量部分 前指车穷低位往上走 4号5号的地方 这个项目是一边 5号是低点 6号这个地方往上走 慢慢慢慢起量 起完量之后 那前女士稍微有机会往上走 你看目前的listing有什么 Beans Boogies Boogies 还有呢 My blood We're going to die 有趣的事情 第一个你看五条猴啊 13个五条猴就在已经有1600个Eath了 五条猴很久很久会没有回到第一哦 五条猴通常最近就在下面盘呢 再来 we are going to die we are going to die 现在长到一个意思了 之前跟大家讲的话 前两天啊 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潜力的 小花 小花昨天跟大家讲 小花的部分 昨天跟他讲的时候 讲到四点几 快四点五 现在稍微回了一下 Goblin还是很强 还是很强 Goblin 5.6 Other side 2.87 Mutin Mutin 19 小花总指5.3 Azuki C Clone X 11.4 Bokey 0.8 Akoma Dragon 0.37 这个这边是我觉得他这边有机会 如果留底的话可能有机会往上走啊 NFT Row 我又回到五个Eath了 NFT我之前最低相计三个Eath以下 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啊 Doodle Doodle是12.8 Red Guy 你看最近最近蛮多蛮多 这个小项目开始往上涨啊 代表开始有人进来慢慢慢慢底部开始小货啊 你看这边有些下面Coder涨1515% 我们看涨的有哪些 Kuma Universe Nibibs 一直在还是这个4.2啊 Nedon Pass Nedon Pass 1.7 Trivers Trivers 现在涨啊 The Dog is The Dog is 还是0.23 Smiley 这下面的量的量非常非常少 大家来看一下 Obency目前为止无聊活地啊 那再来就是 We are going to die 然后sheet beast 这三个sheet beast 就是我刚才讲sheet god 就是我们昨天跟人家特别讲 再来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TroTown TroTown 大概跟大家讲TroTown TroTown其实这个地方 有机会他们讲说有机会会跟Goblin 在目前为止 变成两个主要的潮流啊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他这个风格其实非常像Goblin 他是6号出来 出来是0.02 0.02 10倍0.2 现在已经0.16了 所以涨了8倍啊 如果你看在昨天的话6月7号才0.9 现在已经0.18了 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一群人一起做啊 看一下他的推特 reveal live is going to always now 诶他reveal了吗 哦他已经reveal出来了 他昨天应该是昨天 yeah review出来了 你看这个风格其实跟Goblin很像啊 只不过他试错哦 你看他有10万人 超过10万人的follow 你看 Ming oneTroTown Within 24 hours reveal get the fracture the mutant BYC 哦 OK 对吧真的假的 你看 Top 5 project in the world right now 53分钟之前 现在目前为止 TroTown是 设想上比较火的一个项目 你看这个是不是像 有点像这种什么什么的baby 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后面主要还是 超这个 Goblin的风格 超不Goblin风格 但是超Goblin风格 这样的风格 目前为止 上上市主流 带大家来看一下 目前Floor是0.14啊 0.14也是从 6号大概 下6号凌晨 6号之前是0.07哦 涨了714 涨了20倍 6号凌晨0.07 到目前为止已经0.14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整个sales还是持续非常非常多 你看这两分钟 一直都有sales 0.16 0.16 0.16 mint的部分 mint的部分是free mean 你看free mean 其实一天6号这天命晚出来 带大家看一下holder 他holder的话 哎5100到7000 那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 5号到6号一天的时间之后 马上降到5000左右 这个应该committee之外的之类的 你看这边从这开始 mean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哦 应该除了这个26 跟16之外 一小一一天之内啊 哎这个筹码不像goblin筹码 能比较稳啊 这个筹码还是有进出 这才第一天而已筹码进出 就这么多了 你看他过去20小时 5580个意思交易 过去7天 其实他这两天而已 就658 大家来看 他这个东西 你看这里 他其实是有点像是 他曲线从这个地方 有点点曲线往下走 他这地方应该是开图啊 这应该是开图的部分呢 这边开图就变成123 这边跌到差不多1.5 现在是1.5左右 我这边跌到大概是1.2吧 目前为止1.5啊 目前为止在1.5 1.6左右 你看他这篮球比例是非常少啊 他篮球比例这边才大概是不到10%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人有吧 只要吃doodle ok doodle azuki 这是应该是一个 NFT的collector吧 这会比较晃 这自己也跟大家看过 这是少数 这是dj play 这是个dj play 这边这个账号跟大家讲一下 蛮有趣的 你看 God tried then the the g then g gar every then g ok 那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 你看他这边讲说 hey the tron town is cracking nft now 那他讲啊 hey他们这个有机会 看cobra take over why the goobling town try to copy us at throw town 他说goobling town 是抄他们的 我们现在在讲啊 goobling in six hours for reveal trow town flip 有没有机会啊 trow town有没有机会 flip到goobling yes and no nobody knows 这种东西 当你一个东西 只要市企的时候 有机会 把另外一个东西take over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只不过你要看他trow到后面 他整整套东西 刚刚看推了的时候 蛮有趣 看他推了 最早我看这推了 他讲什么 trow town token airdrop hold three troll to get free 你看如果你有三个trow会怎么样 这个trow town token airdrop 然后land cell 然后还有这mutation elixir 你就是会有d啊 你看他airdrop的b 然后会有d 然后还给mutation 然后可以让你变种 所以基本上他是跟着无聊和的方式玩 只不过他是用另外一个角色 trow就是个巨人的角色 我们就跟大家讲啊 现在这个一整个goobling 出来的这个玩法 甚至是屎的玩法 对不对 这个sheet sheet的玩法 sheet的玩法就是我出一代 所以两代出三代混在一起 甚至还有d 甚至还有airdrop还有token 什么全部对齐一次一堆 刚刚给要看一次这个trow town的一个这个逻辑跟模式 那就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这些free me有办法一下子就在市场上造成一个很大的波澜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加速关注推理 加入disco 订阅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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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